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约莫九十三个红绿灯那样久的手牵手 只有在散步的时候 我们真正的谈话 老派的谈话 今天邀请到的作者是李维金 身为艺文记者的他 长期投入艺术观察跟评论写作 而身为作家的他 则是以嘲讽冷静 但其实也充满了天真跟期待的视角 写出了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本书 老派约会之必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